朋友们好,也不知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十多年以前,在国内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 叫做《晕镇皇帝》,还是《晕镇大帝》来着 我忘掉叫什么名字了,反正这里头有一个人物 就是,连配角都算不上,就算跑轮套的吧 叫范时杰 范时杰呢,他是十三爷的那个新妇吧 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特别喜欢爱骂 就周围人骂他,骂得越狠,他越高兴,越爽 所以呢,他在十三爷心目当中,就是属于他的非常核心的幕僚圈吧 后来呢,就把他派到我们甘肃 大家都知道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派到我们甘肃,做甘肃巡抚 就帮着连根瑶去打仗嘛,他跟连根瑶就唱反调 连根瑶说这样,他觉得对的事情,他就做他对的事情 他就基本上不听连根瑶的 连根瑶也没办法,把别人都一个一个砍头就不敢砍他的头 因为他后台硬,人家本身身子也正 所以呢,就把他给说是给你免职 你别当甘肃巡抚了 那么,官帽医生就走了 走了,肯定就回去去找十三爷,又带上另一顶官帽 肯定干得更自动,更舒服 当然,挨骂也更多 我觉得我的学习榜样就是这个甘肃巡抚范时杰 就是十三爷的,他的那个心腹范时杰 就特别喜欢爱骂 这两天我的视频在国内的这个bilibili网站呢 骂的人越来越多,骂的我非常非常的爽 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爽 太高兴了 他们骂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 嫌我支持以色列 嫌我谴责哈马斯 嫌我支持乌克兰 嫌我骂 那个俄罗斯太多了嘛 那我们接着就是聊聊这些家伙们的有趣的一些发言吧 他们就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在那打架嘛 因为现在评论也不是特别多,有时候我也有时间 所以就给他们回复回复 有人呢,就说 就是说,虽然你说中东那块地方只有 以色列没有巴勒斯坦那个国家 就说是以前吧 所以1988年以前嘛,还是2012年以前来的 就是人家以色列不是占了很多 他们认为是属于巴勒斯坦的这个不存在的国家的 不存在你也得给人留着,你不能占掉 完了又说是,为什么你的土地 就是比人家那个巴勒斯坦的土地大呀,等等的,等等的,说了好多好多 我当然也不太愿意跟这些人去讲太多太多的道理 我呢,就 胡搅蛮缠 就跟他们这么玩嘛,因为我就是为了自己爽嘛,我就说 那那个时候没有巴勒斯坦 但是有其他的所谓的阿拉伯国家,什么埃及啊,叙利亚啊,黎巴嫩啊 约旦呢,不都是纠结起来 想把西列给灭了嘛,搞了三次所谓的中东战争 结果呢,愿赌服输啊,他们把那些土地给输掉了 让人家以色列给占掉了 那就是人家以色列的怎么了,愿赌服输啊 他们呢,又说,那现在俄罗斯 把乌克兰给打败了,那乌克兰也应该愿赌服输啊 问题在于,乌克兰还没有服输,人家并没有失败 你只不过暂时占了人家一点地方而已 而且你占你还不是特别的稳当 你的成本还相当相当高 每个月都有上千上千的俄罗斯人在那死去 各种各样的装备,就是那个地方是个吸睛大洞嘛 你就不停地往里填吧,前面我们不是说到,就是 年根也要去攻青海嘛,青海那么一点点地方 那可以说是个平叛战争,还不是个大型的战争 就是那种花费,连个晕阵 都有点厚得不住了,都有点撑不住了 那现在你说俄罗斯能撑多久啊,他撑不了多久 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 都在给乌克兰给枪,给炮,给粮食,给弹药,给信息,给主意 刚刚我从乌克兰的那个官方网站上 就Ukraine Info上面又看到他的头条 就是拉姆斯泰因啊 又收到了一个订单,就是给乌克兰制造 十万发那个迫击炮弹 那这十万发,平均没两三发,如果能杀死一个俄罗斯人 那也是杀死三五万俄罗斯人了 那俄罗斯军队总共才有多少人 顺便说一下,最近在阿弗蒂夫卡附近啊 就差不多两三个星期以来 俄罗斯士兵就死了那么三五万了 也是,当然死人让人悲伤 家里人肯定也悲伤,但是我是相当相当高兴,他们是恶魔 我们再说回到哈马斯啊,说回到以色列啊,这些纷争吧 最近以色列国内很多的男人都去当兵了嘛 就是很多的其他的外国人也开始撤侨 就是他人类资源相当的不够的 然后呢,就开始招人 在哪招呢,很多美国的牛仔过去帮着给人家养牛,养羊 干农活儿 当然,人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需要人工的地方,人家去找印度 找一些人家认为对人家比较温和的国家 你想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挺眼馋啊 在那地方,在以色列你打一天的工 差不多相当于你在你所在的那个地方 可能要打一星期多的工,都不一定能挣来那么多的钱 你说以色列危险,有什么危险啊? 这次以色列就是说是 特别的信任哈马斯 心大了,刚开始吃了点亏 那现在,可是不吃亏啊 现在哈马斯你再进去,你试试看,你根本就进不去 哈马斯呢,而且呢 被人家分割包围,很快呢,就会灰飞烟灭 哈马斯那些头啊 骨干啊,犯过罪的那些人 可能都不得好下场,都会让他们慢慢的死去 就是受尽折磨而死吧 这也是相当令人 拍手称快的一件事情嘛 当然这件事情也令一些 就是极端的那些人 不满意嘛 有一个极端的支持哈马斯的人 在德国 他呢,就是在网上发表言论 在街头发表演说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现在 他把他自己 自认为穆斯林的代表了,其实很多穆斯林也很讨厌他 也在网上 发表言论说,我跟他没关系 我很讨厌他的说法,反正我们聊聊他的说法吧 他说,现在咱们穆斯林在欧洲很多很多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生孩子 我们娶好几个老婆,我们使劲生孩子 总有一天,我们的人口会超过你德国人的人口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选上我们自己的准利 我们自己的行政长官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古兰金作为宪法 把你们那些所有的法律全部给废除掉 所有所有的生活,都按照古兰金来 就跟现在的,什么阿富汗差不多少吧 女人都全部闷起来 也不让上学,也不让工作 也不让开车,手都不能露出来 他们想建设那样的生活 那,就是 把政权夺过来之后怎么办呢? 夺过来之后 你跟我们信同一个上帝的 就是包括基督教徒,天主教徒 还有犹太教徒 他们其实信的上帝都是同一个上帝 就是说,这些人呢,你对上帝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最起码你跟我们信的同一个上帝 那,你就给我们交税就行了 交人偷税,每年多少钱给我们 你们就继续你们生活就行了 那,你如果不信上帝的这些人 就包括什么佛教啊,印度教啊 无神论啊,共产主义啊,社会主义啊 等等等等,还有萨满教啊,这些人 就通通的杀掉,一个不留 我们要发动圣战 当然了,人家只要杀掉的这些人 也包括正在看我视频的 天天跟我吵架,骂我的那些人 你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 让你哈马斯爷爷去给你杀掉吧 哈哈哈 我们再把就是这个 哈马斯集团分子,他这个言论啊 再稍微延伸出来 再给朋友们稍微解读解读吧 你说,他这个能不能实现呢 可能一部分的能够实现 当然,他这也引起了欧洲的警惕嘛 下面可能对他们的打压也会进一步加重,这个呢 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就不来聊 我们光聊他这个,就说我多生孩子 我能不能获得主导权 我觉得某人都没有 就是在美国欧洲 在全世界 你生孩子最多的 当然不是欧美人了 但是全世界谁说的算呢?就是欧美人说的算呢? 就是在我们加拿大,在美国 德国离得比较远,我们就先不说了吧 就说美国吧 那美国的很多的少数族,拉美裔啊 包括咱们亚裔啊,等等的 我们就不说是什么宗教的吧 现在什么宗教的都有 就是生孩子比较多 那你又怎么样? 你就是,获得了这个社会的主导权吗?没有啊 就是说,你生孩子多 你是人多,确实人多 但是呢,你像他那种说法 他的思想那么极端的 动不动就要杀人 动不动就要跟人收人头税 就要灭绝不信上帝的人 像这样的人,他剩下很多很多孩子 他孩子可能没等到成年就被抓进监狱里头 或者就是帮派冲突当中 就相互给杀死了 要不就做监狱,要不就早早就死了 最后能活下来的 可能也都是一群垃圾 可能也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就是生的多 最后成才的几乎是没有 而人家西方人 正宗的德国人啊 或者正宗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啊 或者是就是 比较积极向上的 世俗化的一些穆斯林啊等等的 人家身体少,就是那么一个两个 但是,人家都能够 获得很高的学历 都能够在关键的部门 去任职,或者是当兵 或者是发明创造 或者当企业家等等的 人家就是手里有一大批的资源 你有再多的人又怎么样 比方说在一个工厂里头 你那么多人在天天打螺丝 在上班,你还不是得听那个班长的吗? 你还不是得听车间主任的吗? 你还不是得听那个厂长的吗? 你还不是得听那个总经理,董事长啊 就这帮人的吗? 人家人少还是困执你这么多 你生下那么多孩子 实际上到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用的 就是我说的这个场景啊,你如果现在看美剧 很多美剧里头 都有这样的台词 就是说在那个社区里头,生孩子特别特别多 人们非常非常的贫困 思想也相当相当落后,保守 然后孩子呢,还不长到18岁 要么就被街上 就是打群架的时候,被人家给杀死了 要么就是戴上手铐进监狱了 就这么回事儿 所以那个人说这个话,也是相当相当幼稚的 当然,他这种话 在跟我吵架的那些人听起来 他们听着是相当爽了嘛 那好吧,那你们就继续爽吧 好,那今天就先聊这儿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It was not the West or Israel that married off my mother when she was a child It was my own people It is not the West or Israel that has been bombing Yemen and killed over 400,000 Yemenis It is our own people It is not Israel or the West that has implanted Islamic extremism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It is our books, it is our mosques, it is our imams, it is what we read and what we preach It is not the West or Israel that force us to treat our women like commodities And most of all, it is not the West or Israel that do not value Arab lives It is we, Arabs, who do not value human lives If we do not admit to ourselves that we are the problem That we need to progress That we need to change Then change will never happen And blood will keep on flowing And no one will respect us How do we expe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pect us When we do not respect ourselves When we ask ourselves